4月24日,新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,前任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,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。 谈及新的岗位,曾伟雄表示,非常荣幸,责任很大,挑战也很大。 曾伟雄表示,未来将致力于推进打造无毒湾区的工作。 2019年4月1日起,曾伟雄出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,作为港人参与国家机构工作,曾伟雄探言,荣誉与责任共担一间。 曾伟雄认为,此次任命体现出国家对香港禁毒工作的认可。 我觉得这个除了对我个人的能力的认同,其实也是对香港的认同,这个很重要,因为香港过去在禁毒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。 其实对于一国两岁来讲,也赋予新的生命,我感到非常荣幸,但是这个责任确实很大。 目前负责国家禁毒委国际合作工作的曾伟雄,对禁毒工作并不陌生。 曾伟雄说,历史上中国深受毒品的危害,现在不能让毒品再来遗害中华儿女,希望用自己的职业所长,为国家的禁毒工作做出贡献。 我们国家禁毒政策的林永远,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。 今年是2019年,刚刚是两岗总督林泽徐宵的180周年。 这个禁毒的工作,对于我们中华儿女来讲呢,是有历史的意义。 那么我们国家政策在林永远,就有它的道理。 我们不能让毒品再遗害我们中华儿女。 曾伟雄介绍,中国人口众多,幅渊辽阔,对于禁毒工作来说,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 国家禁毒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,但在禁毒工作中的言必行,行必果,成为了中国在禁毒工作中的优势和特色。 我们记得毒品,要出快权,要出重权,要出增加,要出实践。 第二,这是中国特色,也是我们。 就是说,我们能够做到言不行,行别果,这个也是中国特色。 2019年2月,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提出,要打造一居一夜一游的湾区。 出生于香港的曾伟雄七代,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一个无毒湾区,为大湾区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 如果你当中这个大湾区,你要能做到一个无毒的湾区,没有毒品问题的湾区,那么你对湾区的发展就很好了。 在大湾区以后越来越开放这个大前提基下,你如何能够保证这个大湾区这个发展,不会让这个毒贩有机和可乘。 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工作。 曾伟雄指出,打造无毒大湾区是现实的构想,真正实现需配合大湾区的发展步伐和与其他地区的进度合作。 打击大湾区的毒品犯罪将有助于国家发展,若无毒大湾区的构想成为现实,必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唯一